横勾 横勾就是一個橫畫 長橫,通常是長橫 配上一個折下來的短片 那通常這一個筆畫通常比較細 長橫通常比較細 那折的會比較粗,然後馬上變細 那記得折是往內折 很多同學都往下折錯 這是往內勾進去喔 因為筆畫在裡面,他準備往裡面寫 然後這個折的地方 大概分兩種,一種就是下來再折 一種在原地折 那很多人聽不懂,沒關係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這個折有兩種,前面是橫畫細的 第一種就是下來以後折 好,這裡就感覺有點弧度這樣下來再折 那第二種呢,在原地折 原地就是這裡叫原地 好,折的時候上面那裡會擠出去 這一段會擠出去 甚至有人還會稍微提高一點再折 好,我說這裡,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會擠出去 那這一種是沒擠出去 所以大概橫折就注意 它到底有沒有擠出去 如果沒有擠出去的話 就是稍微拉下一點點折 再出去,往內 第二種如果要擠出去 你可以稍微抬高一點折 故意抬一下再折 那這裡就會出現一個凸凸的角 大概這兩種 但是要注意的,還是往內 根據我觀察的結果 大部分的學生都會往下 這是錯的,這是錯的 因為你寫一個字嘛 你想我今天寫一個字 君要往裡面折 為什麼裡面,因為橫畫在這邊嘛 這樣方向比較準嘛 寫進來這樣比較快 那如果你往下的話 你去寫哪裡啊 下的筆又不在下面 所以通常這樣是錯 好,提醒一次 橫畫要細 折了以後 看到底要不要突出來 你要看字帖有沒有 突出來 好 橫勾 橫勾一個細 通常橫勾橫畫都比較細 勾的話 因為換方向折一下 比較好換方向 馬上往內 往內勾 來看一次啊 其筆細細的拉過來 重重的按下去 換方向 往內 好 往內喔 記得是往內喔 因為一般同學都往下就不對 細細的拉開到後面 換方向嘛 折一下就好 換方向 然後再往內 好 我們試試看 泛字喔 君 君的話 上面這裡細細的 好像一個短數啦 其實它是一個左點 但是其實是短數 好,這裡折一下 往內 縮進來 然後下面的君 就覺得比較細 細 主要是可能筆畫多啊 它就不想寫那麼粗 注意 有些地方是黏住的 這不黏 不黏 有時候是黏住 不一定 你要仔細觀察 書老家 黏不黏住是很重要的 是故意的喔 或是不小心的 還有它的獨特美學 所以 有人會刻意黏 有人會刻意不黏喔 好 圈 換下面的圈 好 這是順風露筆 其實感覺 像一顆露珠啊 那狠話西 你到後面來 折一下 往內縮 一定要往內喔 不往內的話 不好 方向就錯了 好 下面這邊 因為筆畫多 所以剛才講 大家可以把它寫瘦一點 好 寫得很輕盈 那至於這個筆畫 照理說應該是玄珍啊 所以筆可以玄珍或垂陸 但是不要寫得太刺 絕對不能像老鼠尾巴西西尖尖的 不好看 或是密封那個尾針 那看起來很刺啊 不舒服 好 筆筆畫很多 所以你要輕巧一點 有細的 可是也有重按的 不要因為 筆畫多 連按都不敢按 那這樣字就會出來 就會覺得 好像鉛筆字 好像是原子筆字 這樣不好看 好 那寫得這個時候 我都注意這個間隔距離 有沒有差太多 要間隔距離要均勻 均勻 均 這長得很高 所以下面這一段特別長 均 我們看官 官看起來比較重 公啦 不是官 那公以前沒有這一撇 現在可以寫這個 現在這個鋁有這一撇 以前都沒有啦 以前都沒有人寫那一撇 好 這也是中間點 橫切入筆 拉肩 細到粗 收筆 前面沒有起筆 順風入筆 橫畫細 這個稍微抬起來以後 折一下再進來 所以這裡會突出來 像這個地方也有可能抬起來 那也有可能是筆扭轉造成 都可能 稍微抬一下 折 不用拿起來 拿起來會斷掉 一般寫書法拿不拿起來有差 抬起來跟拿起來不一樣 假設我抬起來是抬的 但筆沒有離開紙面喔 好 那我們來看兩個口 一定下面的比較大 那是一定的道理 疊羅漢原理嘛 下面的要胖子 上面的要瘦子 不能倒過來 倒過來會壓死人 好 我們看一個弓 橫切入筆 下面變尖 順風入直 後面手筆 橫畫細 細細的 這邊 那因為要 要略抬再折 往內折 所以這裡突出這一塊 好 那橫畫折 上面的 剛才講過上面的口 不要寫太大 上面的口 寫太大 下面就不能更大 那就完蛋 好 上面是有黏住的 下面是綿綿黏住的 這會有特地強調 書法這樣黏不黏住 有一定的美感 不能隨便亂黏或不黏 功 好 來一個 淋寫練習 一樣 橫切入筆 馬上變細 順風入筆 順風入筆 後面手筆 橫畫寫得非常的細 抬高一點 折一下 往內縮 口 上面的口 封好 但寫得比較小 列羅漢圓裡 下面的口 寫得比較扁 前面不黏住 比較扁 折 往內縮 最後 最後再把它封好 公 好 那這裡講的故事叫 極智聖教須的故事 其實這個很有名 我們唐朝 有一個叫 玄奘大師 那你一定不認識 那我問你 西幼記裡面的 朱霸界 蘇文空 沙霧境 還有一個唐僧 你怎麼認識吧 唐僧就是指的這個 玄奘 所以他去西天起經 卻有其事 他回來的時候 萬人空向迎接他 那時候是唐太宗的時代 然後他開始翻譯佛經的時候 他就希望 唐太宗 皇帝 幫我寫個序 所謂序就是書前面那個引言 幫他介紹說 這書多好多好多好 所以他請唐太宗幫他寫 就寫了 寫好以後 後來唐太宗兒子高中也幫他寫 所以這個叫做 聖大唐三藏聖教序 就這麼來的 可是聖教序寫 當時寫是用墨基本寫的 當然寫個草稿 可是我們不要你唐太宗的字 我也不要某某人字 我希望王羲之幫我寫 問題王羲之是 那個魏晉南北朝的人 魏晉南北朝 水一堂 他早就死到幾百年了 去哪啊 怎麼死了復生吧 所以當時很天才 真的很天才 當時有一個和尚 叫做淮仁 突發奇想 懷仁是和尚嘛 那既然 皇帝寫了一個大唐三藏聖教序 這麼好的文章 我總要把它記錄起來 那用誰的字呢 他說王羲之是最好 王羲之死了 沒關係 他就去內府 內府就是 類似皇宮裡面 跟他們借這些書籍 然後從書籍裡面去挑字 比如說大字 王羲之有沒有寫過 有啊 再磨個字鐵有 就把那個字 磨了 磨血 然後寫上來 唐呢 大唐 唐有寫過 然後就去 遇到沒有寫過的字怎麼辦 去拼拼錯錯嘛 拼拼錯錯嘛 左邊沒有 那去找左邊偏旁的字來放上去 下面的部分沒有 至少偏 別的地方抓進來放進去 然後就這樣錯錯拼拼錯錯 拼拼錯錯 這個整個聖教序全部拼完了 就好像王羲之來復生 然後重新寫一次一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說這個 碑啊叫做 懷忍叫極字聖教序 極字 極字嘛 極別王羲之的字來 變成一篇文章叫極字聖教序 所以懷忍是我們的極字的始祖 所以在坊間看到很多極 什麼什麼唐詩集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都是屬於懷人以後的 所以他算是極字的始祖 我們只是模仿他而已 好 那這一個 當時集齁 照當時的紀錄集 他是說花了二十幾年 那有人就會納悶說 二十幾年會不會久了一點 其實後來我想一想 其實也不久 因為其實赫尚他們紀律是很嚴格的 他要七早八早起來誦經 還要種田 還要挑水 還要擦地板 還要做什麼 他該做都要做 他閒暇時間才可以去集這些字 而且以前有沒有電腦 以前沒有電腦 還要放大縮小 又不敢亂寫 總不能自己亂寫 總會要傳神 差一點點不行 想辦法弄得剛剛好 字大一點不行 稍微弄小一點 他沒有電腦可以縮放 他沒辦法 所以他自己做了二十幾年 才終於完成這個劇作 還好當時有這個劇作 還好當時有這個劇作 不然很多王羲之字 早就戰火中 灰灰煙滅了 拿這個石頭 還留在這邊讓你踏說 原來王羲之曾經寫過這些字 或是某一個字的偏旁 或是某一個字的怎麼樣 哪有這個機會 這字還是王羲之最多的 那你說王羲之不是還有一些書記留下來嗎 那書記字都好少 不只很少 就像我們現在簡訊 問候一下 你好嗎 買個橘子送給你 那就沒了 說你現在平安嗎 我很好 那就不想寫了 都是這些很短的句子 一下就沒了 這是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 所以多難得 所以很多學新書 會從極致聖教訓開始寫 就是這個原因 好